Lennie快两岁了,正在学习如何为残障人士提供支持 非盈利组织澳洲辅助权协会ADA 为所需人士免费提供辅助权 协会目前为约200人提供支持 训练有素的狗狗还会在学校和法院找到工作 一些客户需要肢体上的支持 另一些人则患有较为复杂的自闭症或创伤后应及障碍 对于受助人Jess来说 几乎每时每刻都需要这样的帮助 她患有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 腿部激张力障碍 行走极其困难 四年前 Jess从澳洲辅助犬协会将Evers带回了家 依赖她来保持平衡和疏导人群 但近年来 因为难以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 协会不得不关闭了等待名单 可喜的是 近期在悉尼开设的新培训中心 可容纳约80只狗狗来培训 迎来了不少幼犬新成员 他们将由志愿者抚养到1岁 随后回到中心训练 从繁育培训到与受助人匹配 训练一只辅助犬需要6万澳元左右 大约两年时间 协会呼吁更多人成为志愿者 帮助养育未来的辅助权 SBS中文新闻杨福佳报道